今日财经快报 二季度外汇储备机构集体抛售美元转付日元等货币 英国央行降息呼啸 贝利言论天然料 欧元区服务业PMI爆惊喜51.4 欧洲股市大跌斯托克50指数跌1% 德国服务业停滞第三季度陷入衰退 印度食用油进口量大跌31%降至106万吨 法国服务业增长伐利就业市场却乐观 新首相上台先踩刹车 日元闪电跌超2% 瑞士九月通胀率降破1% 创三年新低央行降息空间打开 把金现货暴跌2%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横止暴跌1.47% 恒生科技指数更跌3.46% 港股今日大幅震荡 曾一度跌超4% 但午后回升横止收跌1.47% 报22113.51点 守住2万2000点 恒生科技指数收跌3.46% 大势成交减至3103亿港元 内房医药工业板块领跌 续挥控股 融创中国跌超20% 分析指出 今日的震荡走势验证了反转逻辑 港股和A股 有望从近期的B公式反弹 转为更具有持续性的震荡反转 中短期应放弃熊市思维 坚定多头思维 10月份的震荡 使叙事大浪逃杀 寻找更具持续性 更具反转性的主线机会 中期的行情空间和时间暂不涉险 资金动力仍源源不断 印度股市暴跌2% 印度Sensex指数跌幅扩大至2% 盘面出现显著下跌 日元暴跌后继续盘整 央行新政府降温加息预期 日元暴跌对美元汇率跌破147 创两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 导致会市巨震的原因是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称 经济还没有为进一步加息 做好准备 日本央行行长直天河南 也发表了类似的谨慎观点 美国国债遭到抛售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上涨约5个基点 至3.78%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表示 美国经济仍然稳健 交易员下调了 对美联储大手笔降息的预期 日元期权交易员仍然对未来一周 一个月和一季度的日元走势 保持乐观态度 但看涨情绪自9月初以来有所减弱 对冲基金仍在做空日元 不过近几周来已削减了看跌压住 日本周四发行的十年期主权债 获得了强劲需求 投标倍数为3.53 鉴于日本央行可能推迟加息 日元的前景正在恶化 预计日本央行 今年不会再次上调政策利率 日元贬值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中概股暴跌开局 今日美国股市华人概念股集体下跌 途牛跌近8% 老虎证券跌近7% 逼里逼里 斗鱼 极客 跌超5% 此外 爱奇艺 微博 跌超3% 贝壳 小鹏汽车 蔚来 拼多多 名创优品 富途 百度 也跌超3% 二季度外汇储备机构 集体抛售美元 转付日元等货币 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构 二季度抛售美元资产 转向投资其他货币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 这些机构今年二季度 共出售价值155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 这是自2023年三季度以来最大规模 日元获得最大流入 达到284亿美元 其次是欧元 达到168亿美元 其他货币 获得473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显示储备多元化的动机 也是助推力 二季度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2.5% 但在美联储降息后 第三季度便值1.5% 此外 黄金意识多元化趋势的受益者 各国央行上个月大量购买黄金 英国央行降息呼啸 贝利言论天然料 英国央行行长贝利 近日发表鸽派言论 引发交易员加大对英国央行降息的压注 英镑随即跌至两周低点 一度下跌0.8%至1.3166% 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英国央行在11月降息25个基点的预期 并认为在12月继续调降的概率为70% 贝利表示 只要通胀方面的消息继续向好 就有可能更积极的降息 交易员认为 这将削弱英镑在利率方面的吸引力 并预计英镑对美元和欧元仍处于超买状态且略贵 欧元区服务业PMI报经济51.4 欧元区9月服务业PMI中置为51.4 高于预期的50.5 也高于前置的50.5 与此同时 欧元区9月综合PMI中置为49.6 同样高于预期的48.9 持平于前置的48.9 这两项数据的上涨 表明欧元区经济正在展现出恢复迹象 欧洲股市大跌 斯托克50指数跌1% 欧洲主要股指今日走低 法国CAT40指数 意大利富时MAP指数 欧洲斯托克50指数均跌幅约1% 德国DEX指数跌幅约0.8% 德国服务业停滞 第三季度陷入衰退 德国服务业增长连续第四个月放缓 9月份几乎陷入停滞 新订单急剧下降 过去三个月失去了很多动力 如果这种下降趋势持续下去 服务业的形势可能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早 服务提供商感受到高成本的压力 尽管压力已经缓解了很多 目前处于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工业部门的困境也正开始蔓延到服务业 服务提供商在过去三个月一直在裁员 而且裁员的步伐在9月份加快了 一些接受调查的企业担心经济衰退 和制造业的进一步下滑 对于对GDP的估计相符 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将再次萎缩 而且势头仍在下降 印度食用油进口量大跌31% 降至106万吨 印度9月份食用油进口量 环比下降31% 降至106万吨 为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中 棕榆油进口量下降34% 至53万吨 为6个月来最低 豆油进口量环比下降15% 降至38.8万吨 葵花籽油进口量环比下降49% 降至14.5万吨 为10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法国服务业增长乏力 就业市场却乐观 法国服务业PMI指数9月份大幅下滑 回落至49.6点的收缩区间 汉堡商业银行经济学家塔里克 塔麦勒 乔杜利博士表示 此次下滑主要是由于奥运会带来的乐观情绪消退 客户数量下降 消费意愿下降 以及不确定性 服务提供商仍在于高成本作斗争 需求疲软 不足以压低价格 然而 企业对未来活动的乐观程度 却出乎意料的高 下滑线PM指数大幅上升 达到了自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部分归因于欧洲央行最近的降息 因此 就业仍处于上升轨道 新首相上台 先踩刹车 日元闪电 跌超2%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上任后首次表态 否认当前环境适合进一步加息 希望经济以可持续方式结束通缩 石破茂表示 不认为现在是需要进一步加息的环境 经济还没有为进一步加息做好准备 该言论震动了日元汇率 投资者认为日本新政府可能会踩刹车加息 日元盘中加速下跌 美元对日元涨破146.50 刷新上周五所创的9月3日以来高位 分析认为 石破茂的态度将鼓励市场参与者重建日元空头头寸 预计日本央行将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 要求其放慢加息步伐 日本央行的观察人士预计 在本月31日结束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日央行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下一次加息最有可能发生在12月或明年1月 瑞士9月通胀率降破1%创三年新低 央行降息空间打开 瑞士9月份通胀率降至三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表明该国央行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瑞士统计局公布 9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.8% 低于预测中值 主要原因是假期和航空旅行成本下降 以及汽油 取暖油和柴油价格下降 抵消了服装和谐类价格上涨的影响 核心CPI涨幅也下降至1% 瑞士央行上周第三次下调借贷成本 新任行长马丁施莱格尔表示 进一步降息很有可能 他强调瑞士消费者价格增长 目前完全是由服务业推动的 而商品成本正在下降 电费将在1月份下降约12% 这也将降低租金的关键参考利率 可能使得住房成本从2025年中期左右开始下降 工资涨幅稳定在央行0%-2通胀 目标的上限以下 把金现货暴跌2% 格隆会10月3日讯 现货把金今天内是下跌2% 目前报价996.35美元每盎司